因為現在確定了 就說台農蛋品9月24號的孝綺 印標成10月5號 所以他們說這個日期標錯了 在昨天的時候緊急下架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是不是進到肚子裡了 這些壞蛋這些過期待 數量不明 所以現在有多少的壞蛋流入市面 那昨天傳出來說 有3700萬顆的庫存 現在流向何方 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麼另外還有的就是農業部 一直在說巴西蛋塗蠟上面噴蠟 就像手機包膜一樣能放4個月 但還食藥署說抱怨資料沒有 看不出來沒有查到 農業部說有塗 洗選的時候洗掉了我的天 食藥署副署長林金鳳 他說業者抱怨資料裡頭 沒有塗蠟的相關資料 所以從這個資料上看不出來 這些蛋有沒有塗蠟 確實衛生局前網頁者處 這個稽查的時候沒有發現有塗蠟噴磨 所以此舉已經違反了食安法 依法財處4萬到400萬元罰還 好 那這個事情到現在 我是越看越火大了 而且根本就是胡說八道一通 這個會不會太可惡了一點 真的 罰400萬元 然後有3千多萬顆的蛋 被我們台灣人不分男女老幼 不分老少全部吃在肚子裡面 這是什麼荒唐的舉動 表示說整個行政系統都瓦解了 你民進黨怎麼領導這個行政系統 你怎麼是把這個 這麼一個偉大了不起的天才 這個部長陳吉仲 讓你們這種小英的男孩 這麼寵到這種地步 我剛才還罵過小英的男涵 小英的女孩 都是不夠個人當官 這種事情是要這麼費力嗎 他農業博士不曉得蛋怎麼處理 會不會太荒唐了 就像說我們今天罵一個人說 你是機械工程博士 你不曉得汽車怎麼做的 不是搞笑嗎 農業博士 陳吉仲 那你在食藥史書長 每個人都是在學經歷 各方面但農藥方面都很清楚 那塗辣誰告訴你 塗辣就可以放四個月 蛤 有什麼證據啊 那是不是我們台灣的蛋農 只要塗辣的話 就可以放半年是不是 我們還不用跨海運 不是嗎 對 是不是 你引起台灣的蛋農 可以放這麼久嗎 這是很荒唐的事情 我昨天碰到一個養雞的 他說 我們假的 怎麼可能農曉我們 我們可以放那麼久 那為什麼巴西 巴西是因為巴西總統 看得特別可愛 是不是 還是巴西的農業 有什麼讓人家了不起的地方 都不是耶 巴西農業是還可以而已耶 沒有說好到哪裡去耶 台灣的農業是屬於那種 所謂的精耕的那種精選的在運作耶 結果你是當時應急啊 因為市場上缺彈 你只要隨便有彈就好 好彈壞彈臭彈什麼東西拿來 只要往大家塞 肚子塞就好了嗎 還是說你就不讓軍隊採購 然後就塞到軍隊裡面 剩下的空間讓民間採購 你要玩這個遊戲是不是 唉 不過你剛剛講對啦 讓大家最洩氣的就是說 什麼樣的鳥事 這樣的蛋事 賴清德民調還第一名 對啊 對啊 所以我才講啊 最大的弊案就是 你再也不能整合啊 不是嗎 你不能整合你贏不了 就讓民進黨 那弊案一個接一個 你也拿他沒辦法 你有能夠查嗎 他會讓你查嗎 他會讓你查 那個群以僑這個老太太 沒有任何員工 他到底怎麼進口彈的嗎 會查嗎 所以公開講 他看起來很像車手嘛 那好啦 但來歷不明 真正的張靜仁是誰 我們問一個問題啊 顯然有張靜仁啊 那張靜仁找不到 是不是你陳吉仲是張靜仁 不然還有誰 那裡面一定有張靜仁啊 那張靜仁誰在剝削我們 不是只要3800萬 張靜仁本身 你說八雞蛋沒有利潤嗎 沒有佣金嗎 怎麼可能 你就問問農業界做生意的 每一樣都有 那好啦 誰這樣能夠 滿天過海的 把這個整個事情 演成一個老太太進口的 這麼多蛋 的故事來騙我們啊 這個會不會太離奇了一點 而且這個蛋還過期了 你現在又搬了一個故事 喔圖辣 我一直這樣 我來上前面還沒問題啊 他說 你在騙笑 對喔 我們台灣人都笑了 我去騙啊 你這樣能玩我們嗎 賴社保委員說 募署用關稅法來規定 主黨立委索取巴西進口雞蛋的資料 當然就是欲蓋迷彰 他不給你啊 好那另外來講到就是 我一路看下來發現說 一直在圓晃 那一直在自銷矛盾 光是這個保存期限期就講不清楚 也是林北好友說 我們這是農業部本來告訴我們 保存期限120天 但巴西原廠說的是110天 可是我們回到在今年4月份 當時這個農委會農業部說是90天 你光是這個就是自打臉啦 等於是莫名其妙 然後現在又講了 因為你到底有多少流入市面上 這些過期雞蛋 農業部說會轉做加工 也就是說這批 他目前追到的2萬顆蛋 賣出去多少還剩多少 當然食藥署還在統計 但這批蛋還是在有效期限 所以說是他們的說法是沒有問題的 下架之後轉做加工品 我是不太敢相信啦 如果說還是有過期蛋的疑慮 還在市面上流通的話 我不懂耶 你轉做加工品 你壞蛋就會變成好蛋嗎 第一個啦 實際上 他們昨天回收的是飆到10月5號那一批 可是今天市面上有人看到有10月7號了 那請問一下那到底怎麼回事 對 他到底是幾批啊 是 已經沒有人搞得清楚這件事了吧 所以他回收真的只有2萬顆嗎 到底是多少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是怎樣省到這種地步了 2萬顆蛋才多少錢啊 你一顆進口價不是才5塊 5塊多嗎 這樣也不過10萬塊錢你都捨不得 就捨不得銷毀 一定要 你是怎樣跟國軍有仇 還是你是解放軍臥底 非要國軍吃下去你才甘願 是這樣嗎 而且真的是給國軍吃嗎 而且他是用作蛋衣耶 用作蛋衣哪裡會出現 早餐店會出現 高餅店會出現 而且所有的 我們都有可能吃得到啦 所以我已經決定啊 未來一個月之內 我絕對不吃任何加工蛋製品 我沒有看到殼的東西我全部不吃 只有這樣的 而且就算是這樣的 我都不見得會吃不到 因為很多東西它裡頭 可能有放蛋我也不曉得啊 對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是防不勝防 那我就不懂 他們現在連裝都不想裝耶 正常的政府 你居然裝一下損失個10萬塊 至少讓大家比較安心一點嘛 有就宣誓我全部銷毀 那為什麼不這樣做 因為他怕 我們要求他把剩下那些全部銷毀 因為他剩下我看至少好幾千萬顆 因為到8月9號還有3700萬顆 那最近這一陣子 進口蛋根本銷得很爛 自從大家 因為進口蛋那個一比較就知道了 所以很多人寧願 像我家我們都寧願多花錢去買 至少是本土的蛋 吃起來比較安心 對 我也是 本來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這樣一動大家都嚇到了嘛 所以那個進口蛋最近都在滯銷 大家都不想買 所以這種狀況下 他一定 手中庫存一大堆好幾千萬顆蛋 所以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 就通通不要銷毀 他們準備全部拿去做蛋液或加工品 我覺得他們想法一定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巴西蛋 為什麼後來被查出問題來 不單純只是因為超私了 是因為一大堆消費者買回去 他還在保存結業內 他就已經臭了 就是因為出了這個問題嘛 所以大家才會這麼緊張嘛 那我們農業部 我真的覺得他們膽子超大 因為你說 萊豬啊 核污水啊 核石啊 這些東西 你也可能要幾十年之後才會發作 這個是當場就會發作的東西 你也敢這樣弄 你知道 吃蛋下去 如果是壞掉的蛋 你沒有察覺吃下去 輕則肚子痛 重了可能敗血症 那是很恐怖的 但他敢這樣拗 我真的是佩服他 陳一仲膽子真的有夠大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 剛剛你講了 巴西政府說是110天保存期 可是問題是我們現在知道 他什麼時候生產了嗎 有人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 因為巴西只有出港的時候的日期啊 你之前擺多久不知道 對他從養殖場到港口 到底擺多久誰知道 沒有人知道 哪個養殖場文明也不知道 不講啊 然後這個有沒有噴蠟處理 其實也不知道啊 說洗掉了嘛 因為食藥署說沒有 然後農業部已經說有 可是食藥署很明確的告訴我們 因為他們根本不用登記這項東西 所以他不會知道 那我就覺得奇怪 農業部你是怎麼知道 是巴西人告訴你嗎 證據是什麼 還是你自己半夜去偷噴的 不知道我怎麼知道 那個雞蛋上面還有死耶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上去 好 夢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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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